若无一想天真姐也闪亮能场 大理圣女坚实丁克 怪一身毛病吧 她还严控 自速追着帅哥要违信 男嘉宾直接喷她挺有病 不仅如此 病的还不轻呢 眼前这位梳着小发型 戴着小眼镜 看她一眼就联想到更年期 版主任的姑娘 正是今天女嘉宾 没啥别的能的 就是爱装笔 不让叫她真名 非得整个笔名 天真其实是有两部分的原因 第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当务笔记 然后当务笔记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用我一生换你十年 天真无邪嘛 然后我特别喜欢 基本上看了好多年 每年我都去长白山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另外呢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吧 太浮道了 而且现在的人活得太现实了 所以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然后我就拿天真这两个字 作为我自己的一个名字 喜欢盗墓笔记的 和不喜欢盗墓笔记的 听完都沉默了 高调相亲不怕喷 我看你确实挺天真的 我特别喜欢靠在窗口的位置 能看到人呢 能看到那些 风景啊 就我觉得会心里很舒服 看到情侣出窗入队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人呢 当时我的想法是 他们俩啥时候分呢 估计也快了 就这悲观的性格谁敢取 虽然不相信爱情 但是人家说了 我审美没毛病啊 得长得好看 我是一个非常严控的人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忠于人品 三十来岁了 还没结婚的原因 原来在这儿啊 长得丑 想得美 这是病啊 得治啊 或者说未来的家庭生活当中 不要有孩子 想丁克你不早说 好相信节目扯什么 那根疼呢 不想孩子的原因在哪 这是我的认识啊 因为有了好多人 有了孩子之后 都会把他的大部分 投入到这个孩子生命中 我不想过这样的 我想把大部分的 无论是今天 时间还是精力 投入在自己身上 我不希望因为他 而我自己有所感觉 对 比如说身材 比如说我的想法 比如说那一切的一切 好 由于一开始 他没说清楚这个关键诉求 本期受害人 对他丁克的概念并不执行 天真姐不仅严控还声控 不控都不一定有人相忠 控这么多了 这回更要命了 男嘉宾匆匆忙忙赶来 迎接他的是一片沉默 一问摇头三不止 钢丝坐的红尘 也禁不住你这么祸祸呀 随到听说男嘉宾 做人力资源工作 他才勉强有点兴趣 那您介绍一下人力呗 你是有资格证的吗 没有 我转时间都没有 那你打算考吗 怎么考 如何考 去哪考 需要报课程吗 这头发问 别说男嘉宾了 连我都蒙全了 你是来找对象的 还是来读课的 老板遇到你这么敬业的员工 估计半夜做梦都得乐 一听男嘉宾不打算考证 他连聊天的兴致都没有了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外在是占到85% 而40秒之内 就会形成对你的一个第一印象 如果你第一印象给人很不好的话 那么之后 其实这种印象是很难被改变的 相个亲也用这么多数据 平时在家没扫背诵吗 说的拐弯抹角 山路石瓦弯 翻过来就撒字 没看上就完了呗 所以他给了你的印象是什么 可能是农民工中的农民工吧 正常人放屁的声音 蹦蹦蹦 天真姐放屁的声音 农民工 农民工咋的了 农民工吃你家大米了 男嘉宾一再解释 赶时间没收拾 他可一点没听进去 第一位大哥一看他这态度 也没跟他废话 第二位受害人 紧接着又替补上来 颜值过关吗 20分吧 看着小伙的照片 天真姐终于有点的像模样 若不知正主嫂就坐在了身旁 说实话我都想走 但是为了答应你这事 我必须得来 小伙子没想通这位大姐 大姐也觉得小伙颜值 没有达到标准 长得也就是60分的标准 普通长相 看照片80分 见本就变成60分 照片没完了呀 照片脸上没有包啊 差不太多吧 差太多了 看他那脸下过了 俩人一个发达一个看书 画面还挺和谐 人都给你领来了 还装啥大半算呢 面对不怎么可惜的相亲对象 他直接表示谈恋爱可以 灵正不行 就一定要结婚吗 男嘉宾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智障 再听他说想要丁克 警察的那点耐心也没了 他说不想结婚那时候 你当时心里怎么想 这个人有病 为什么不想结婚 丁克家族 这个人特别有特性 个性 与众不同嘛 都没有话 可路啊 男嘉宾的反应完全在他意料之中 可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观念有问题 我就是不喜欢孩子 我就是也不想生孩子 有啥原因吗 那我这人活得比较自我 我可能不能把我的心 应到我的孩子身上 而且生孩子对女人 遭到那些伤害太大了 选择丁克不是错 但是出来捣过别人时间 就是你的错的 就是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开心 图个情绪嘛 对吧 我看一看 开心呢 你上去一个情绪不是更好吗 你多巴掌 你多复密一点啊 按他的想法 完美爱情就是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但是谁能和他始于颜值啊 势力不好的帅哥也不多见嘛 他说你不是个相亲 是 是你非得挫着我来的 主持人呼叫不得 难不成是否从大地上 帅你来报名呢 一看今天相亲没戏 天真姐反而开始自曝最爱往事 我从来在路上 然后就遇到一个人 我觉得在队长 好帅气 我特别喜欢他微信 就是没有想太多 然后我就跑到前 我说你能给我个微信吗 我说你看我挺着急的 我其实想跟你闹了 但是可能没有时间 大家先加个微信嘛 他第一次拒绝我了 说我跟你不是很主气啊 就看着 看我笑了一眼 然后我说你等我十秒钟 我跑过去 我又跑过来 我说咱俩是第二次接连 加个微信嘛 然后就这样加了一个微信 男嘉宾听完他这段直接无语 换个人这么做 可能还是偶像剧 带着他这两脸 直接变惨剧 在听到男嘉宾已经离开后 天真姐一如既往的淡定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是一个颜值很高的人 你跟他有没有能够匹配 哪方面匹配 颜值啊 如果匹配不上 就这么我们不是一路人们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交往啊